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天啊 每年夏天我都會跟朋友來到宜蘭頭城這個地方衝浪 那今年夏天呢就帶你一起 可是每次去宜蘭都超塞車 而且海上的人都很多怎麼辦 所以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要去宜蘭玩水又不想塞車人幾人的話 可以用什麼方式 而且還可以看到從海平面升起來的日出 然後再到頭城吃幾間我們很喜歡的小吃 最後還要介紹一間在頭城今年才新開幕的 衝浪者文創市集給你們喔 那如果又怕曬又不衝浪的朋友怎麼辦 那就帶你們去一些海邊的咖啡廳吧 那我們真的是下班再去玩一天一夜的方式 不過礁溪跟頭城也是很適合一致的輕旅行喔 GO 現在是禮拜五下班的晚上七點半 我們要準備出發去宜蘭了 那平常我們要去宜蘭衝浪的話 我們都會選擇禮拜六或者是禮拜天去一天 然後就去一整天這樣 那如果說是週末一早去宜蘭的話 通常都遇到塞車 然後那一塞車可能就是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有時候呢我們會選擇禮拜五下班 就去宜蘭那邊住一個晚上 然後隔天從早上的浪 這樣子的話去城跟回城呢 也就不會那麼容易的遇到塞車 那我們就出發吧 走 走囉 GO YA 每次一出學所以就有方家的感覺 這間呢就是我們今天晚上來住的這個北堤衝浪民宿 它這個地點很好喔 它就是在海邊的旁邊而已 對啊 它就是在衝浪的這個大街上面 來看一下我們這次在這邊住的民宿 他們是有做的藝術品耶 很酷啊 很酷耶 就不知道拿不拿下來齁 不行欸沒有編排 它這邊呢就是有把一些綠茶 咖啡啊 然後都是可以自己用的 剛剛那個民宿老闆娘說這個樓底也可以上去坐坐 看行星 那我們現在去開關一下 它這邊整間民宿一進來就很有海島風格齁 對啊好像來到台灣的外島一樣 你看前面看的到星星耶 對 等一下去海邊看看 我們住這間藍海式的兩人房 哇這個都是藍色的耶 還有海邊的感覺喔 而且你看它這邊還有地中海的照片耶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地中海的小插畫耶 太可愛了吧 這樣來到的地中海喔 對啊 這個床還是Queen Size的雙人床耶 好大一個啊 在這邊還可以坐到這樣子 還算蠻不錯的齁 你看那邊還有這些衝浪環啊 游泳圈啊 這種海邊的裝飾 它這邊有兩間的雙人房 然後跟一間的四人房 那我們今天住的這間雙人房呢 一個晚上是兩千一 走吧我們去海邊看一下星星 走 走吧有點暗 好暗喔 走這裡 超暗的對不對 可怕齁 來到這裡的話要帶手電筒 然後要接一半來 不然真的實在是太暗了 你看這裡就真的是超暗的 然後都沒有光 看到很多星星耶 這邊真的是很多星星齁 對啊這邊沒有光 對啊而且又不用爬到山上 就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星 超美 我剛才幫你拍的那張照片超厲害的 嗯 你看看 有對不對 有啊 不錯吧 接下來我要來試試看 拍星星的影片 早安現在是早上快到五點 我們要去海邊玩水看日出 好早喔 你看前面天空已經有點亮了 對啊 剛剛看時間是五點零五分會出來 日出差不多都是在那個位置 龜山島旁邊 有些人就是像這樣 是在五十港旁邊 大陸上旁邊 大陸上旁邊 你看第一出太陽路來了 第一次看海邊的日出 覺得怎麼樣啊 很亮 很特別齁 平常我們看日出 感覺都是往山上跑齁 對啊 你看這海平面的日出 嘟嘟嘟嘟 超快就升上來了 對啊升的速度很快 他們在那邊衝浪 然後我自己在那邊玩沙 來擦擦水 啊水好冰啊 他們在那邊 超遠的 這裡還有美女教練 他這邊是豬板子 如果說不會衝浪的話 還可以有教學 或有非常專業的教練 教他們的衝浪 對啊 就是在上面說要出馬 我就來沙灘那邊 你 我們來這邊衝浪的話 都是在這間菜鳥衝浪租板子 他這間衝浪啊 可以在這邊租板子 一個板子是五百塊 如果不會衝浪的話 他這邊還有教練啊 還有衝浪 那衝完浪之後 你也可以直接在那邊衝浪 我自己本身是有系板子在這邊 所以我每次我就來這邊 然後拿了板子之後 就可以直接去衝浪 你看老闆娘 他也有貼心的 其實他今天推薦的菜 應該是貼心的 不過來這邊是要出什麼的話 也可以參考這上面的事情 他這個民宿還有附早餐耶 他早餐還有這個水果啊 漢堡 然後還有附紅茶 想不到他還有切水果給我們耶 對啊 嗯好貼心喔 哇你看直接從那邊 就也看得到海耶 我們就住在這個肯XXXX區 我們就住在這個烏實ka manages到的衝浪街上 對啊 這個很方便耶 走過去就是海了 嗯 而且要看日出的話 提前個五分鐘十分鐘起床 就可以了 可以可以 那就是歸山島了 早餐日出就是從這邊起來 現在九點 大家都來這邊衝浪了 對我們已經沖完 要準備回去了 因為我覺得在烏實ka 這條衝浪大街上面呢 有幾間這樣子的民宿 真的是很不錯 出身的民宿很方便耶 就是早上起來之後就直接過去就可以去衝浪了 然後衝完浪之後 然後就可以還可以再回來休息一下 衝衝早 不錯 對啊 好啦 那我們去下個地方吧 走 接下來要帶你來的這一間呢 是在烏石港旁邊就有的一間咖啡廳喔 它從烏石港開車過來很近 大概只要5到10分鐘就可以到了 那它這個開車不能直接開到門口 所以要停在外面然後再走進來 就覺得然後這裡真的是有來到海島度假的感覺 有海邊的味道 Merry 你看喔 你直接在這個店裡面吃東西 你就可以看得到海邊 它這邊的空位只有2層洞 然後它裡面有賣飲料啊 便宜啊 然後要是燈餐也有 然後它的低調是每個人一杯飲料 接下來我們來到一間在頭城 新開沒多久的衝浪者文創市場 它這邊是用老宅改建成的 然後牆面都是七層白色 這裡啊有用很多的紙袋做一些造景裝飾 然後又有中式啊跟美式的造景 有點衝突又很搭配 它這邊有三間店 然後有一間主要是賣主食吃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邊是賣甜點啊 然後還有一些手廚 很創的商品 手座商品 然後還有一些賣零器店 它這邊一進來就有一個香味喔 就是他們多甜點的香味 我好喜歡這個東西喔 這個坐在這邊 然後感覺很像有一個很漂亮的度假背景 來你看 它這邊還有賣東西耶 手座的 賣帽子 還有一些手座的包包啊 還有多東西 它這邊啊還有寫一個這個 我覺得很不錯 我們大家真的是到海邊玩很美 但是就是要記得把我們自己的垃圾給帶走 它這邊啊還有賣很多老闆 他們自己手座的像是衣服啊 還有畫啊 如果說這邊有標價的話 都可以看一下是多少錢 這邊還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就是他們有自己設計一個機車的板架 它就是放在機車旁邊 放衝浪板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會有很多人會喜歡 這邊可以看到很多這幾個合伙人 他們自己共同的新鮮在這邊 我覺得很不錯 它很好逛 對啊很好逛 很多東西 這邊就是甜點的座位區 你看它這個座位區就是用一個草皮 這樣子 讓人家感覺很像在野餐一樣 我覺得這邊很不錯 在這邊啊可以讓人感覺到就是 一群很愛衝浪很愛海邊的人 然後集結著一個夢想的一個地方 Merry你看 這就是他們坐的機車旁邊的放板子的架子 然後它這裡有畫 騎機車放板子就是放這樣子 他們就是賣這個放板子的架子 我們來參觀一下他們這邊的財廳 這裡還有這個地方 你看海龜 這好真實喔 這邊還有一個像發呆艇的地方 反正可以在這邊坐著曬太陽 脆脆風啊 喝喝啤酒 它其實真的那一位 還有他們自己放的同一個身體去做 它這邊的Menu呢 就是畫漫畫的風格一樣 真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讓我感覺到很奇怪 它這個地方比網路上 如果有個人看到的很要好 讓人家感覺就是 你每個地方看到 你都會覺得 哇喔 很不便喔 好友情喔 的感覺 這邊他們全部的人都好親切 對啊 它這邊真的是可以畫一點點 有些水煥板 然後這邊有雪納 還有冰淇淋 看起來就知道 對啊 還可以在隔壁逛一下 他們的文創的宿題 它如果是好自己就可以逛更久 對啊 其實很好逛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滿多人會習慣的地方 其實它這邊 整個都是很有衝浪的 有素材的 想不到我們竟然在這邊待的還蠻舊的 這裡真的蠻好逛的 對啊 真的是讓我有點意外 對啊 那我們去吃隔壁的冰 是在這裡嗎 然後買東西嗎 對 我們點了一支這個牛奶跟巧克力的綜合冰 然後上面還有附一個牛舌餅 老闆說他們這裡 每週都會換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所以你來這裡就會有不一樣的經濟喔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是他們用這個牛舌餅 它可以當成湯匙在那邊挖冰 好涼喔 這個賣冰的裡面啊 還有賣泳衣的 那是他們夫妻自己設計的 這都很漂亮耶 對啊 這兩都很好 好準之間 那我們要去試穿了 嗯 這是我們漂亮的設計師老闆娘 因為我會帶著我的友弟 這裡真的是太豪邁了 逛第三間淪陷了 冰淇淋又很好吃 這間阿丹芋頭牛奶冰在這邊也是很有名 然後它這邊最有名的東西呢 就是芋頭冰沙的 芋頭冰沙很好喝 在頭城火車站對面啊 有一間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喔 這間就是品儀古早味的小吃 它這邊主要就是賣春捲 那聽說這邊已經是傳承第三代喔 它是從民國70年就開始 它這邊就是有春捲啊 蘿蔔糕啊 米粉羹啊 在這邊呢 最多人點的就是這個粉菌 我們點了這個米粉羹還有春捲 大家來這邊啊 必點的就是這個春捲 這個春捲呢 用的就是投成這邊當地的舊菜 吃起來就是 有點清脆爽口的樣子 最後一間要帶你們來吃的是這一間 阿嬤蔥油餅 那說到蔥油餅呢 大家通常最會先想到的就是 郊西的柯式蔥油餅 這間阿嬤蔥油餅呢 是我每次來投成這邊 都會來這邊買的一間蔥油餅店 那宜蘭的蔥油餅都是用炸的方式 然後都是用宜蘭在綠的三星蔥 每一家都是很好吃的 它這邊有一個很好的連結 就是不用排隊 不用排隊 對 我拿到這個蔥油餅呢 它這個現炸好的很好吃 我們從12點以後來 那我們要去那邊去了 那就是要吃的大家想正在約定 看它或是大家想跟你們說 這個時候會在關注要帶你們的 如果你跟我們在今天的版本 最後請記得按個讚 分享 謝謝小鈴鐺 拜拜